等一下請各位把這個網址稍微記一下 直接在網址上面打GOO.GL 那後面都大寫 FPPB28 那待會的話我們 會針對這個問卷裡面請各位給我一些答案 因為至少我想知道一下大家在這個部分 想要學 這個 那裡面有哪些題目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了大概比較簡單因為本來 之前的題目 蠻多的那後來我想說有些問題好像 太瑣碎了所以我已經刪掉一些刪掉一些那裡面 有哪一些比較 重要的問題 OK所以點進來的話大概可以看到一個是我們的 題目然後裡面大概說明一下 你的學號加姓名所以請各位給我一個學你的學號加一個姓名 那如果你今天有填問卷表示你今天有來了 至少你等於是有點簽到的意思 那選客的動機是為什麼 OK 那大概 反正就選一下 幾個選項 然後呢你對哪部分有興趣 這大概 挑了幾個啦你反正你喜比較有興趣的你就勾選啊不要全部選全部選等於沒選 那我希望呢你大概勾選你比較有興趣的 那為什麼念到中語系 OK然後有沒有為未來做準備 還有你在中語系裡面的最喜歡的課程是哪一個 好 那當然 再來就是說有沒有哪一些 這個 這個課程喔你想要學但是沒有的 那最後就是幾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就是 期中考試跟期末考試你希望以哪哪種方式進行 分組報告呢 不過我發現 好像大部分同學都沒有選這個 以歷來的經驗來看 可是很久以前我發現你們的學長姐很喜歡 感覺好像風氣改變 好那你們大概就是挑一個 也許 你比較想要是用 像上級測驗啦 或等等的 但我覺得比較簡單是上級測驗 一番的反正就出個題目給你就 考過了你就過了你沒考過 那你就是等於等於不及格啦 那 成績的部分呢 其中跟期末各佔百分之三十 反正你有多少分 就該有多少分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呢再來就是說 網路雲端對文學 跟史料有嗎 那些 這個影響 那你就取例說明吧 這個這個我想大家就思考一下因為我們這個課 開在中語系喔所以 還是希望說你對於 這些工具怎麼去使用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不然你學了之後呢 沒辦法應用也是個問題 或相反的啦 你學了之後不知道敢怎麼用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中語系開的課 絕大部分呢 都是屬於內容 就是 你比較是屬於 啊 他不是工具意所以不太可能 可以直接拿用 也就是說你畢業的 你畢業的時候如果你要跟職場銜接的話 其實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會的專業技能 跟職場藥的 是 沒有辦法銜接的 那這個就會有個問題 你們的薪資高低 跟你的專業技能 是 完全是 成正比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 專業技能呢 能力是非常高的 或者你會的專業技能 剛好是職場藥的 那恭喜你 你應該可以拿到比較高的薪水 但是 如果不是的話 抱歉 你就是從最低的地方開始 所以這個當然是很現實的問題啦 你各位不用去想說 老闆會是佛心的 其實我一直常講 老闆不是吃素的 只有在學校啦 我是覺得學校老師都很佛心啦 你出了學校之後你才發 原來學校老師是 是這麼好 OK 好那再來的話簡單 寫下你對那個這個這個名詞 工業4.0 所以我剛剛提過 因為工業3.0 所以造成了 像美國前五大公司 都是跟這些相關工業3.0裡面 有關的產業 所以他可以發展 那工業4.0一樣 如果說你的產業能夠跟工業4.0銜接的話 你一樣可以排在前面 那就跟你們一樣啦 如果你你懂的一些 未來職場 需要的技能的話 我相信呢你將來呢 畢業 不是等於失業也不是等於低薪 而是你根本是可以挑 挑老闆的 真的是這樣 OK那反之啦 其實就這樣 而且如果你先對老闆不高興你可以把它file掉沒關係啊因為反正你再早就有了 因為你的技能 其實處處都有機會 但相反的如果你會的東西其實有限的話那當然你就只能 就是在老闆的盈威之下 你也只能 努力的工作了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先把那個 這個問卷 先填一下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後面 內容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稍微記一下 goo.gl fp 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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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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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